上海的公司怎么样呢 这家网络公司已经搬走了 里面群食垃圾 矜持不下去了 都走了 疫情对上海影响很大的 公司想活下去 真的太难了 能矜持下去真的很不容易 这家公司也关了 里面家机都搬走了 已经没人了 去前面的公司看看 这家公司也撤场了 活不下去了 留下了垃圾 什么都没有 这家公司没开门 里面空空的 一个人也没有 应该没什么生意 所以没人来上班 这家公司锁门了 也没人上班 是不是活着也不知道 疫情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蓝了 这家公司也撤场了 里面的家机都搬走了 什么也没有 经营不下去了 撤场了 公司倒了 经营不下去了 无奈的离开 这家公司也倒了 活不下去了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离开了 这城楼关的公司真不少 有670%的公司是关掉的 这家公司增长营业 真不错 在疫情期间 能生成下来的公司真不容易 往常美日优先倒闭了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上海青浦的一个大仓 美日优先 这个是西烟亭 已经是能去楼空了 这个是美日优先的仓库 门都开着 但是员工路口 都是空空的 来这边是它的整个看板 看板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办公场所 办公场所都已经是空空的了 这个是作业看板 入库流程 出库流程 盘点流程 挺齐全的 但是现在仓库里面都已经空了 你看这些匆忙撤走的小桌子 全部都还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周转箱也还在这边 货架 哎呦货架都拆了 这么快啊 全部都拆掉了 这是立柱 然后那边城市的是横梁 全部已经拆掉了 呃这个仓库的话 大概是有接近一万平 没有一个人啊 然后这个围栏 已经是倒下了 这里面仓库全部是空的了 出货口东 这个电商 电商物流啊 说倒就倒 真的是太快了 疫情之下已经出现连续46万家公司倒闭 不知道大家猜到是哪个行业没有 我放几张照片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您看这分别是疫情前后的一个对比 同样的一个地方 疫情前是人满为患 疫情之后连个人也都找不着 如果有在做旅游方面的朋友应该感受是最深的 最近呢有个朋友他是做这个旅游行业的也在跟我说一些他的感受 我给大家读一下 说实话这三年来我特别的失落 没有价值感 没有存在感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出镜旅游定制者 三年前每天在不断的形成设计和方案当中竭力创造自己的价值 我感到了满足很多时候还会感觉到自豪 但是疫情这三年我失去了价值体验 逐渐颓废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当你的职业没有用途的时候 或者反复折腾的时候 所有的失落当然是显而易见 我甚至郁闷到感觉自己都患上了抑郁症 不修蝙蝠 随便找一件衣服 只要能够穿上就行 曾经是那么的爱美 这个朋友的话 之前是相当于一个女强人的这种形象 但现在她都感觉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真的疫情之下太难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做旅游行业的朋友们 有没有其他感受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还是 情况不是太好 这两天又病了 然后因为那个上海现在还不让我们基本上开业 那房租的话 房东这边也没有办法做到减免什么的 所以现在由于我们欠着房租 所以已经在考虑说放弃这一次的创业项目了 就被把电收掉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思考下来的一个结果 怎么说呢 真的很不舍的 因为花了很多的心力 很多的精力 金钱 人力都在里面 但是到头来 因为一次疫情 一切都摧毁了 然后现在这一个大环境 大家都不好 因为我的初衷一个同学 也是在上海住密室的 然后他们密室度的比较大 那房租肯定不会说跟我们这个全杀的一样 那么房租的话 估计一个月要十万块钱左右 所以他们这一次疫情 也是这些招呼人们聊了 然后疫情他跟我说房租太贵了 真的支撑不了 所以他们也打算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 打水漂 就是人生就是会遇到很多事情是 事不由人意 你知道你 你做再多的努力都没有用 就是改变不了最期 所以明明就可以给你当头一棒 你要做的 可能就接受它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 所以导致我现在 内心其实是 我很痛苦 但是现在就陷于这种困境当中 真的是觉得在泥泥里面 连传口气都是困难的 真的 他本来之前是做 好像是装修设计这一块的 他在北京有一个公司 然后在重庆这边有一个分公司 然后他就说 他那个公司做不上去了 要就是这个六月结束了之后 就想要搬走了 今天干了多久 几个小时 早上九点过来 然后十点过才开始 到下午本来是六点过下班 结果把人家干垮了 四点过就下班 我们干垮几个了 这是第二个 接下来哪个倒霉蛋又要晕上我们 不知道 再接再厉 怎么就那么突然 不晓得 那我们又干嘛 摆烂 钱又挣到了 反正又摆烂了 又赶快一个 加油 下一家是谁 下一家是谁 看着我们两个的脸 别找我了 要想公司垮 要想公司不垮 就别找我了 吃中的脸 吃中的脸